戴了牙套的你是不是一粒重重面对到以下的问题 诶 那个汉堡可以一口咬吧 不可以 诶 我吃那个有嚼劲的刷冻 不可以 我今天吃了很多东西就是懒惰刷牙 不可以 你怎么打你打你打你打开 你是不是遇到有一股内心的声音 总跟你说不可以不可以嘞 嗨 大家好 我是Lori思思 自从戴了牙套了我 难免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都会改变了不少 没办法像还没有戴牙套之前那么的放飞自我了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牙套今天不能做的八件事情是什么呢 那如果你有戴牙套一族 自然就会明白这种同病相连的情况 请你在底下留言你遇到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他没戴牙套的也可以了解一下 下次当你的孩子在换牙的情况下 也可以更多加注意他们的牙齿生长情况 尽可能不要让他们走上牙套之路 不然你的荷包会很受伤的 那我相信这一句话中有话你也是很明白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Lori思思频道的人呢 记得按下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 第一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忽略口腔的清洁 这是大众皆知的常理 如果不想在拆牙套过后会有蛀牙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致力点乖乖的刷牙 因为在不勤劳清楚的情况 通常这些牙菌斑或者是口腔的续菌 就会日夜沉积在我们的牙齿上 牙缝以及牙刀等这些地方 所以这样导致蛀牙也是可以预想得到的后果 最好在出门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这些口腔清洁的工具 好比如牙刷牙、牙间刷以及牙线等这些工具 也方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刷牙 以及保护好我们口腔的清洁 不定期的去医院复诊 这是第二件牙套期间不能做的事情 牙齿在乔征的过程中难免都会出现移动的情况 再加上佩戴乔食器的时候也会增加牙齿的压力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牙齿的力度也会慢慢的衰减 所以我们必须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以及复诊 还有及时的做调整 要知道调整的时间快的速度也是需要一年 那么普通的时间也是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要是不定期的去复诊的话 也会脱长佩戴牙套的时间 那么离拆牙套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 第三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乱用牙齿 虽然明白牙齿的使命就是帮助我们拒绝食物的 但是这里的意思是好比如以前的我 就可以顺顺的用牙齿撕开食物的包装 或者是可以直接咬断这种透明的胶带 但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以前根本是不会在乎剪刀的使命 甚至是可以很骄傲的觉得自己嘴巴就是一把剪刀 自从带了牙套之后必须对剪刀有了更加的重视 自从带了牙套之后必须对这一方面有了更加的重视 因为我们的牙齿被牙套紧紧的绑着 所以牙套对牙齿形成的压力也会造成牙齿脱位了 那如果还再加上外力的作用 不只会对牙套的脱槽形成了伤害 甚至是还会对我们的牙幼脂造成了损伤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千万别把牙齿用在错误的地方啊 这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 虽然我没有这一类运动项目的人 但是以CommonSense来说在没有适当防护的设备下 进行这些高接触的运动项目 好比如篮球啊竹球啊以及橄榄球等这些运动的项目 我觉得还是要亲自找一下医生 咨询一下会比较保险 那么看看医生他会可以给你什么防护的建议啊 以及可以定制一个保护好牙齿或者是牙套的防护设备 意外总不会告诉你他在哪一天要来临的 也不知哪天面部会受到突如其来严重的创击力 可以想象一下牙套脱槽肯定些受损 那么公司连着一体断开后一定会刺伤我们的舌头 内颊 牙龈以及口腔的其他部位 这样恐怖玄心的画面也总该有一些预防一下会比较安全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而且还要清楚的面对现实 在这绑牙期间多少都会改变个人的饮食习惯 我们不只还要很小心的照顾我们的牙齿 而且还要避免掉一些我们不能吃的饮料或者是食物 那么接下来这三件不能做的事情都是有关于吃的部分 第五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常用冰冷以及有硬度的食物 这则是因为我们的牙齿正处于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那我们也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一类的食物都戒掉 不然牙齿和牙齿会处于高度敏感反应的一个现象 那即使拆除了牙套之后 也是会因为长时间的接触冷食 还可能导致牙齿以及牙齿的敏感性增加 而且有坚硬的食物都会让我们的牙齿各个方向施加了不必要的压力 再加上过度咀嚼的食物会让我们的脱潮脱落 以及公司都会断裂的情况 那这样也会损伤我们口腔最重要的器官 第六件不能做的事情是 不能吃含高糖分以及高酸性的食物或者是饮料 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甜到腻的甜食 糖果以及碳酸饮料等等 最好在这牙套期间把这食物的渴望先放在祭坛上 牺牲至少一到两年的时间 好啦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完全是不能吃啦 只是医生会总是提醒我们 尽量能在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学习割舌一点 因为这些烤糖的食物会在我们的口腔周围中留下微量的糖 并且促进续菌在我们的牙齿上生长以及繁衍 所以它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经历了从蛀牙再到牙齿变色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细菌也是我们口腔中的一个活源 那么这些酸性的食物则会腐蚀牙肉质 也就是牙齿最外层的一个组织 再加上这些酸性的物质也会直接残留在牙套脱槽的周围和牙齿的表层 在一些的情况下这还可能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变色的斑点 而这些变色的斑点并不明显 甚至是我们还无法注意到它直到拆除牙套的那一刻才发现到它的存在 但此时已晚了 那第七件不能做的事情是不能吃高粘性以及有绞劲的食物 口香糖就是属于高粘性的一个例子 那么对于有绞劲的食物 也就是像Soton这样堆堆满咬开的一种食物 你们想也知道这两种的东西一旦粘在或者是卡在牙套脱槽上 也是一定要花很大量的时间去清理 那么在有过度的清理过程当中呢 也会不小心使我们的牙套脱槽或者是公司一起掉落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能避免的食物尽量不要去点 如果你对食物这一方面还存在着各种问号以及娱力等等 觉得什么食物在牙套期间不能摄取的呢 那也请你放心啊 因为是在先前呢 也拍好了一部关于牙套者不能吃的食物 那也在遇到这些雷雾之前的解决方法也是有什么 也欢迎大家可以安心的飞过去看看一下那支影片 那么接下来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比较十八斤的行为了 我个人也觉得没什么好避忌的 毕竟我的观众群也是二十多岁以上 所以这第八斤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为另一半可爱的服务 这个也不是我说了算 如果个人有足够的细心发现 这一类的新闻还真的不少 而且Google的讯息栏也很容易被搜寻到这一类的新闻 小小也知道排除个人口气要一流的说法 确实是牙套中也存在着各种尖锐的公司前端 和那两排钢铁般的脱槽 所以怕是在激情当中会表现过度大力为对方可爱的服务 也会因此让对方受到不必要的惨痛的后果 所以大家还是要避免去发生这一件的事情 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支影片对你有帮助之外 也麻烦你可以分享到你的个人社交媒体上 或者直接可以爱特到你有大牙套的朋友 所以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